国内疫情大解封 今天刚满一个月 由于防疫的关系 因此许多外国的观光客 还是进不来的 但是在台北观光双城巴士的部分 之前有85%都是在外国的观光客 但因为观光客不来了 因此搭乘量相当的低 特别市场客温泽为了要充搭乘量 因此今天上午特别邀请了 卫福部长陈时中 还有交通部长林佳龙 要来一起吹出这个搭乘量 不过两人的互动呢 似乎也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我们带来听一段稍早的最新访问 现在感觉好像今天 就是陈部长跟客市长两个人互动不多 但是是不是感觉让双方还是蛮尴尬的 不会啦 不会 不会啦 这会很尴尬 不会啦 那尴尬就不会来了 被问到会不会尴尬呢 这个客温泽就强调呢 不会尴尬而陈时中则是强调 如果尴尬的话就不会来了 不过前一天客温泽才刚提到了 中央吧 这个三倍券部分呢 学者都知道它是没有用的 因此呢 在这个五个半月的时间呢 基本上呢 是无法振兴经济 被问到这个问题呢 林佳龙是强调说呢 到底有没有用都要用过才知道 而陈时中也强调呢 毕竟是三倍的概念嘛 因此这个部分可能是多少还有用啦 发生完隔温泽 还是论 对 иск论 也